好主任 帶您關心 新北市一名一歲多的男童 遭到保姆虐待 致死事件 引發社會嘩然 而第一時間台北市長 蔣萬是透過臉書發文 說沒有人是局外人 也被外界質疑 是不是台北市反應慢半拍 而今天蔣萬再上火線 這次他是提出了各種的精進作為 包含了希望建立三方共訪制度 以及增加社會局一年的訪視制度 從四次變成六次 來聽一下罪行回應 那在這個共訪機制建立之前 我已經要求社會局 我們即刻的 來提高訪視的頻率 所以對於出養孩子 在中繼受保姆托育的 我們提高每個月 至少訪視一次 那另外對於全日託育 就是一整天 都在保姆家的全日託育的情形 我們每年也至少訪視六次 好可以聽到講完 他這邊是積極的想要來補破網 希望可以加強社會的制度 讓政府來介入這樣子的案件 不過是不是有相關的政治責任 以及社會局是不是真的有積極做到相關監督的作為 他則是說現在應該要把所有的制度都建立起來 畢竟還有非常多小朋友都還是在出托 都還是在這個出養的狀態 而社會局長姚淑雯今天受訪的時候也哽咽了 因為呢被問到是不是這個社工被上銬這件事情有點執法過 那我們來聽一下稍早回應 我自己身為社工 其實我自己也很清楚 其實社工能源在做相關的工作過程當中相當的辛苦 我真的是希望其實社會各界對於社工應該要給予更多的支持 他們的出生路是保護很多的家庭還有很多的孩童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是否我們有給予足夠的掌聲跟支持 好可以聽到姚淑雯這邊是說所有的社工都是想要投入這個相關的行業 來為這個社會努力 他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再給大家更多的支持 而司法這件事情他認為是有必要來檢討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